好,錄 大家好,我是宇昌 跟大家談的是這個面對資訊戰我們能做什麼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自由軟體工作的人公民記者 目前在PTS打工 這是我在工作之餘的興趣 所以有做這些相當的研究 資訊戰是什麼呢? 從根本來講其實某個程度 只是用一個新的方式在打過往的心理戰 柯文哲曾經有一次受訪的時候 講到上兵發謀、其治法教這個 上兵發謀其實說的蠻精確的 但這個謀其實是圖謀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讓你失去戰鬥的意志 他們就能夠不戰而去人之兵 用這個方式來讓你可以自己投降 而不用耗為他的兵 這樣對他來說也是比較省成本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人的想法是來自於人 所看到跟相信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給他偏頗的資訊 他其實就會有一些偏頗的想法 或改變他的想法的結果 那其實這件事情其實跟造型就有了 那其實在日本 其實就曾經發生過銀行擊隊的事件 那這次銀行擊隊的事件 大概幾年後 大概花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才從幾個高中女生的嫌嚴陷 演變成嚴重的擊隊事件 但是到了資訊的時代 這一切都變得更快了 那謠言產生的速度 流傳的速度就更快了 所以像前一陣子 我們就有看到這個衛生紙之亂 那其實原來只是大論發 他打算要做廣告 所以他發了一波說衛生紙可能要漲價 結果就弄到大家去搶購這個衛生紙 還延續發生的陣子 那網路上網路出來了以後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鄉民都來了 開始有一些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那但是其實網路的發展 也造成了一些不一樣的影響 包含像是現在我們開始網路上開始出現 所有的玻璃細胞同溫層的一個效率 讓大家 因為畢竟沒有人喜歡 一直一天到晚都跟混亂的訊息 或者是跟自己立場不一樣的人對話 所以大家多少都還是會希望可以維持一個同溫層 因此為了符合大家的需求 Facebook開始推出了同溫層的固定器 但它也間接的導致我們大家的想法越來越激化 那再加上網路其實讓每一步都有記錄 那每一步都有記錄這件事情 就會改變我們非常多的行為 舉例來說 像以前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可能最終只有看到分數 你只知道這題是對或者是錯 那如果你是使用電腦考試的話 它可以計算你在這題上面停留時間多久 如果你停5分鐘跟你停10分鐘 你停10分鐘可能是有問題的 它可以從那個地方分析出更多的問題 但也可以從那個地方更多的了解你這個人是什麼 所以現在的行銷其實也開始改變了 開始從以前過往可能只是在路上喊價 或者是在到處貼傳單或者是發傳單的行為 變成它可以收集多元的數據 接下來做綜合的分析 最後再來描繪精準的描繪你是怎麼樣的人 在對你做相應的這個廣告的投遞 那很好玩就是有一句話叫 You are now less valuable than the data you produce 就是你已經比你生產的資料還要沒有價值 為什麼 因為你會說謊 但是你所生產的資料是不會說謊的 它可以更進去的資料也是怎麼樣的人 那在中國這個其實他們用的非常的多 到現在他們已經可以有像很精確的先獲取 這個就是想辦法拉新的人進來 接下來可能激活讓你先買一兩樣商品 接下來你買了以後你覺得不錯 你可能會開始訂閱它 它可以留存 你可以變成它的粉絲 接下來可能到了雙11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線讓你大買一波 甚至讓你再去推薦給其他人去幫它拉新的客戶進來 那這個新的模式其實已經跟以前的那個行銷已經很不一樣了 那中國每年都會有一個雙11的這個活動 讓大家可以盡可能的 他們在2019年開始這個雙11的狂歡 那讓他們就是有一個大家大買特買的一個藉口 那京東跟天貓就是背後的阿里 其實他們常常就是為了這個雙11 在網路上開打那個公關站 那在公關站的時候其實他們用了很多手法 其實就已經是所謂的黑公關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最近的1.1.24的選舉看到 像這一段商業競爭墮落到 商業競爭到僱傭攜手組織龐大的水軍運網絡 規模化散步遙遠地步時速罕見 對輿論的虛義操控更令人不寒而言 那這個其實大家去看我們上次的選舉 其實你會發現好像有一個這樣的影子 那過往的傳統經濟學大家會認為人是理性的 可以掌握的資訊中做出理性的決策 但是現在新的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人不一定是隨時都是理性的 有時候你會出現不理性的行為 爆買爆賣或者是心情不好去大吃一頓等等這些事情 那其實人還是有很多不理性的部分 那個有時候是我們的潛意識 但是這個時候就可以問一下大家 有多少人覺得酒駕是越來越嚴重的 那也許你會覺得酒駕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來看數字 這是之前看到的 在2011年開始其實A1、A2類就是說 它因為酒駕而撞到重傷或致死的人數 其實你會看到它是不斷的在下降 那酒駕的取締的這個標準其實不斷在上跳 可是這個取締的堅數卻是吃平或甚至慢慢的往下掉 這可以發現酒駕其實越來越不嚴重 那我們再來看去年的這個2018年統計 2017年的這個交通事故造勢原因 前面第一個是衛衣規定讓車 第二個是違反耗制、標誌、管制 第三個是轉彎不當 第四個才是酒後駕車 可是我們大家卻因為媒體不斷的報導酒後駕車 所以我們以為酒後駕車是最嚴重的 但是其實前面幾個更多 但是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新聞 大部分卻不太是這種樣態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酒後駕車是可能是越來越嚴重 可能就是因為媒體都一直不斷的選擇性的報導這些東西 它會慢慢的在你的背後形成一個潛意識 你就會影響到你的對這件事情的想法跟感受 甚至影響到你對事情的判斷 那這個時候當你知道這個東西以後 你再回來看這個東西 就是漢步於新聞書的時候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也許我們會覺得說我自己有思考能力 我會思考 我會知道這個新聞是假的 但當他不斷的在背後轟炸的時候 也許你有抵抗力 但是有的人是沒有抵抗力的 那他們那些沒有抵抗力的 會不會就慢慢受到這些資訊的影響 而改變他的想法 或者是讓這些媒體的資訊 在他的腦海中產生新的想法 而影響到他的選擇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一些狀況 像這個其實是普馬之前曾經講過的 那就是他們發現共和黨人跟民主黨人的 這個他們的性幻想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經過調查其實某個程度上 如果反過來推測了解你的性形象 或你偏他的東西 也有可能其實是可以知道 你的政治傾向可能會是什麼 因為他涉及的是你最根本的一個 一個慾望跟一個想法 所以如果這個影響最後的票不是購物 而是投票呢 那這可能就會造成很嚴重的一個影響 那俄羅斯的話他在烏克蘭其實有做過很多 那其實大家很多人都有關心過 那他這個烏克蘭其實某程度上這個地方是 指出烏克蘭他可以分為東西兩個個體 不過他這個地方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說烏克蘭那個時候俄羅斯有在那個地方投遞一些假消息 比如說他們主要的目的是要加深說俄語的人 對說烏克蘭的疑義 像是國電視台報導一個新聞 是烏克蘭的士兵爐走一個說俄語的小孩 疑似性的拿刀銅死了他 然後把他盯在一塊木板上 如同耶穌釘上十字架 但是當人家深入追查以後卻發現 這個號稱在眾目睽睽下發生的殺童事件 居然找不到半個目擊者 那後來他們有找到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有個電視劇很類似叫做碧雲火之客的情節 所以他們有可能拿這個情節來做相應的資訊操作 最後這個是俄羅斯在烏克蘭那邊 克里米亞那邊做的一個軍事行動 那這個軍事行動是所謂的小綠人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這個人 他其實手上沒有拿武器 然後身上有沒有軍灰 那他們其實是前一天俄羅斯空投到烏克蘭 就是克里米亞當地的特種部隊 那他們掉下來後 他們就先把身上的軍隊全部都拔除 然後當天他們的電視媒體就不斷的報導說 那個烏克蘭的軍隊的人在殺屠殺殺那個講俄語的人 那這些人就說他們是一個憤怒的民兵 他們跑去包圍這個烏克蘭的軍營 然後要求指揮官給個解釋 那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對很多國家而言 軍隊不可能拿槍指著自己的人民 那所以軍隊也不可能去射殺這些人 那他們要求這個那個軍營的指揮官 如果要出來的話就要出來跟他們談判 首屋村子也出來跟他們談判 指揮官也照做了 然後指揮官走出來後就被他們俘虜了 那他們就透過這種方式一個一個把各個重大的據點拿下來 然後拿下來後幾天之內就舉辦了公投 然後就決定克里米亞回歸到俄羅斯 那這是然後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會知道說這個小綠人是俄羅斯空投 那是因為那個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他有一次在一個場合說溜爾嘴 承認這個是他們丟過去的人 大家才知道說原來真的是克蘭斯在中間搞過 那當然這個地方還包含了很多 包含他們的人有潛入到 我如果沒記錯不知道是入侵還是潛入到 那個烏克蘭的這個情報系統裡面去把他們的軍力 創改掉 改成要求他們的軍隊不得射殺任何 這個引發衝突的頻密之類的 那在美國的選舉這個是 各位明天一張圖這個是劍橋分析 那個時候他們在講解他們收集到的資料 那劍橋分析之所以會收集到這麼多資料 是因為當時候他們有推測APP叫做我的數位生活 那當時候的Facebook其實它的相應的這個政策 還沒有非常的完整 所以你的這個相關的距離可以經由你的朋友 洩漏出去 然後他就這樣子收集到非常多人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後來其實 似乎有被俄羅斯的這個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來利用 那俄羅斯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他們其實 俄羅斯的這個假數字操作跟中國比較不一樣 俄羅斯其實是專業的組織 所以他可以專業到模仿成各種不同形象的人 那他們一開始就是分析美國容易造成衝突的議題 那這是他們分析出來的議題包含黑人的事情 然後槍支第二修正 憲法第二修正案 然後川普跟希拉維選舉的事情 然後德州的文化 美國南部LGBT 這個都是他們瞄準的一些議題 那他們一開始就是經營粉專馬 然後開始吸引人氣 他們吸引人氣的一些方式 就是包含去把其他的這個粉專的圖 改成他們自己的圖 把這個Logo拿掉 換成他們自己的Logo 那接下來他們經營出來就會發現 他們的粉專開始散落在各個地方 開始把一些真實的人組織起來 這個紅點是IRE的這個帳號 藍點是真實的人的帳號 慢慢就把這些人聚集在一起 那接下來他們就開始比如說幫你找工作 或者是說他們有真人 然後一直不斷地在找人進來 要找這個志願者 然後接下來他們組織起來 會去開始投遞這個假的消息 比如說他們先上課說 他們其實有經營類似像爆料公社的這個網站 然後開始鼓勵大家把很多 比如說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的影片貼上去 然後做爆料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應該有印象有看到不少 就是好像黑人跟白人警察的衝突 越演越烈的這個新聞 那麼你開始說我們這種才是真的媒體 因為真的媒體其他的媒體不給你看真相 其他的媒體像CNN像北韓 人們是在被迫聆聽這個政府的政治宣傳 然後在我們的美國 那個我們有CNN 他用這個方式比喻來說 說認為那個CNN not just fake news CNN very fake news 就是說這個媒體是假的消息的來源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當未來你的政府要做任何澄清的時候 他經過這個媒體出來的 你可能都不會相信 你只會相信他給你的東西 接下來他們就開始炒作一些假的議題 像是有點像誰殺的禮心 Ukiyo Seth Rich 然後這個不是一個希拉蕊 那真的希拉蕊在哪裡呢 他那個時候有暗示說希拉蕊被患了 可能身體不適 所以他找了替身來代替他跑選戰 那這個新聞我不太確定大家是不是有看到 至少像這個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的這個媒體是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它吃下去了 那後面他其實也開始就是做一些 叫你不要去投票的事情 就是Do not vote for oppressors 然後Everybody sucks 然後I don't vote will you 這樣之類的 就是告訴你說 一開始他就說我不會投給希拉蕊 然後到選前最後一周的時候 他連川普也一起加碼下去 就說這兩個候選人都很爛 那我們不投票 但是因為他們經營的是 Black Lives Matter的這個運動 那所以他們吸引到的許多人 其實是比較接近民主黨跟希拉蕊的人 那他這樣子一宣傳其實是對希拉蕊比較少的 那這個是後來有人分析 就是當時候的這個推特上面的這個訊息 你會發現這個藍點 藍點其實已經分兩邊了 就是代表說大家的 人們討論狀況已經激化了 它已經分成兩邊 那這個橘色的部分呢 其實是那個IRA的這個Troll Account 就是他們的假帳號在裡面 你會發現它兩邊都經營 然後把人往這個兩邊去拉 讓你的這個社會更激化更分裂 那當然呢 今天現在台灣在初選的這個階段 其實他們在美國初選的階段 他們也是努力的促成那個初選的這個分裂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中國 你看到台灣現在的狀況 你大概會怎麼操作 那這個方向其實你可以去找到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就台灣的狀況 我們現在了解跟掌握的這個訊息 從各種新聞報導 就是我整理出來的東西啦 第一個就是我們統促黨 當然之前在中國其實是有經商的啦 那經商之後他就回來台灣經營這個統促黨 那他其實經營了非常接地氣 我們宮廟 農漁會 生綠鄉鎮 他都在那邊跑 那他做了什麼事呢 包含就是比如說你要賣魚或賣什麼的 你家裡養殖魚 他就幫你賣魚到中國去 然後或者是你缺工作 他幫你找工作 之類的這種事情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來讓你就是買通人心 那另外一個就是反同婚的這個教會 那反同婚的教會 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教會 其實也有在附入交流 那交了朋友以後可能包含錢啊 資源什麼都會過來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前一陣子這個同婚的議題 其實是非常撕裂台灣社會的這一件事情 那其實這兩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其實背後有可能也有中國在 讓這個分裂加劇 那這個是北京交流團 就是很多學校 你看南台灣社會人士啊 歡迎中小學老師參加 然後這種就是很便宜的旅行團 那我們去那邊跟那邊的人交朋友 那甚至其實我們在宗教上 也有什麼魅州媽祖的返鄉團 這種其實都是用便宜的旅遊 來讓你去跟那邊進行統戰 那這個是在我的Facebook 有人跑來廣告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很可能這種就是 可以拿來操作這個Facebook的一個工具 所以一共有12支手機的模擬器 可以讓它來使用這樣 那這個是不禮貌相名團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他們 很多人開始到處去問 是不是有粉絲團可以給他們機名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因為不禮貌相名團 其實是一個比較接近民進黨的這個粉絲頁 那他連那種粉絲頁都問 代表其實這個問的對的人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假帳號 周瑋廷還有這個圖 看起來是個假帳號 那這個人他可能是對這個政治很沒有性質的人 他才會問這句話 那他很可能其實代表中國 對這件事情已經分拆分包到非常下面的人 那分包到Bokeh的人 他才會問這種話 然後導致被解圖 那這個是已經被買的這個粉專 然後中肯小圖動畫印象收藏區 他被買了以後 他就很快的放上了祖國必然統一 還有放上了他們的兩岸統一的影片 然後下面還說這個 我就是喜歡買粉絲頁怎麼了 那個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喜歡講政治 但是他卻放這個圖上去這樣 那這個是四川政府的這個單位專案 他急增這個支持兩岸友好統一的網紅 那當然他有可能是去中國參加唱歌節目 或者是在台灣經營粉專或什麼都有可能 那可是從這個地方四川政府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很有可能 中國的統戰不一定是從中央的這個單位出來 他可能其實是從地方政府 或者是被設為地方政府的KPI 讓地方政府彼此競爭來做這個統戰 那這個是關於這個中國的戰略 叫戰略支援部隊的這個作戰指導文件 但基本上面就是在民宿他們的這個作展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據說是精密文件流出來的 但是也有媒體報導啦 但是不太確定真假 那這個比較有意思是有一個叫 《歡享PO新聞》 The SIRCLA它是2017年9月的時候成立 然後在2018年變更名稱叫華人聊天 在6月17號變成韓國瑜網軍後援會 然後在今年的2月28號變成韓國瑜總統網軍後援會 在4月19號又變成韓國瑜市長網軍後援會 在5月17號變成郭台銘競選總統網軍後援會 那這個網站背後其實是這個《歡享網》 那當然這是媒體挖到達這個1萬人民幣起家 那我們去找一下它的網站 其實它的網站在2017年12月11號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叫《無微科技》 全球華人海外社交生態平台 那如果在往前找的話 其實它很久以前是河北省秦皇島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弟子 它在秦皇島的一個公司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中國的公司 但是它在台灣經營這個粉磚 然後這個粉磚開始從支持韓國瑜 然後變成支持郭台銘 那如果去備案可以看到這個主辦單位 它是一個樹哨棍 因為中國這個ICP它每個人 你只要在中國有網站你就要有ICP備案 有ICP備案就可以追到這個人 可能是誰 那從這個方式其實也是它聯盟空閥的一環 因為你的網站上出現不OK的東西 我可以找到是誰這樣 那這些內容網站他們分享的東西 目前看起來其實是被許多泛藍的人大量的分享 這個是泛藍與泛綠在七天之內分享最多的網譽 可以看到最多是這個打新號這個密訊 那接下來是歸老狂新聞 怒孔跟耍文聯盟等等 那這個密訊其實現在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新聞就是都切割這樣的駐日代表 凱盜挺韓國瑜充實萬人 韓國瑜提告不止家什麼的 然後下面有特別的很特別的是它裡面 開始有各種奇怪的塔羅 大家都知道這個塔羅有時候很多時候可能取得你的Facebook 然後完全可以權限 那你是哪種星座的花茶女孩等等這種 也許他還會順便再繼續收集這個個子 那這個是中國幻想文觀戰新內容網站密訊串起 它裡面有特別提到這個主事者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可能有點單純的人 但他的網站可能被利用了 他是說他要成立這個網站的目的是為了要批判執政者 所以這是他的說法 那另外還有一個有名的網站叫做江湖白小生 這個聽起來聽說是中國指引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訊息 解放軍大批戰軍集結台灣引東只等一個命令 然後它還包含就是當台灣被統一以後 台幣跟NB可以比例的換過去之類的 然後因為最近在打那個華為的這個科技戰 所以可以看到都是任正非啊 那麼華為 那這個是前一陣子大家看到的 媒體人北京峰會的這個凱姆氏 那裡面過去的這個人的人 大家當然可以關心一下 這包含旺旺中時嘛 中時 中國電視 TVBS 東升 中天 那在地的其實有不少 像是我是台南人 台南的古都廣播電台 台中 鄉城 還有鄉土之聲 看起來好像應該是泛綠的 那他也不會去 那這些其實是大家可以關注的點 那這些很多這個新聞媒體 其實他們的韓國瑜新聞則數其實都是偏高的啦 像中天 黃色是東升 藍色是TVBS 還有黃色是伊甸是頸椎載後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台灣最艱辛的一件事情 因為坦白說我會覺得台灣過往的這個 黨國教育導致非常多人 其實大家對於民主的認識是相對比較不足的 那舉例來說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 你是教床登 罰多少錢 法律常識大會考 教你怎麼守法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政府也要守法 也不會告訴你說如果政府不守法 你怎麼去看為你既有的權益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最辛苦的 就是說我們有非常多人 他們其實也有可能他們對民主的認知 使人人有基石 基本食衣住生活所需 那這會導致一個很麻煩的一點 就是他們會覺得不能當飯吃的時候 民主就是可能就是需要被拋棄的 那剛好我們台灣的經濟在前一陣子 其實就已經發展到一個瓶頸 他的成長曲線不會太過強勁 但是中國的市場因為還比較大 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還在往上走 那相較之下 這些人就會對台灣的民主失去信心 因為他會覺得他需要的是 食衣住行 吃飽 穿網 而不是民主 那這些人其實就很容易成為 這個中國挑戰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政府其實已經有了一些應對作為 包含其實NCC的主委有被撤換掉 撤換了以後呢 他開始有對中天還有TVBS東森這些來做這個開發 那當然這個開發也許也還有機會再更細緻 或者是去把這個政府的 把電視台的這個頻道的 跟你們說就是他們每節新聞的這個時間 如果有機會開放出來讓大家驗證的話 也許是更合一個做法 那再來呢我們之前的這個設違法裡面 散佈謠言諸影響公共安民者 可以取三人下G1或新台幣三萬人下罰款 那這個謠言定義是什麼 其實是不太清楚的 那現在其實我們的謠言已經把它定義得更清楚 就是有三個要素 名之為假 惡意傳播 然後要造成傷害 這個才能定義為謠言 所以這個法律要件已經在定義得越來越清楚了 那這樣未來要開發要認定也比較容易 那再來這個是羅秉承政委提到的 防止假訊息的策略裡面 包含釋假的這個提升公民素養 養成獨立判斷 破假而澄清的效率分推廣地成本查核 易假是強化媒體平台協力有效抑制外來擴散 以及最後要追究違法責任來做這個司法審查 那選罷法目前已經在準備要修了 那包含參考法國的作法 如果有不時的廣告 參選可以向法院申請獻或禁播令 那法院要在72小時內做出裁定 可以連續處罰 那國安單位其實也已經在投入調查了 那在之前這個立法院的這個報告裡面 他有提到 中共直接對在台入媒或同路媒體 提供特定的報導內容與方向 來上播台灣民眾向心之爭議訊息 然後其他協力跟風報導 那他們其實也證實 也證實就是有一些媒體在社論刊登前要先在北京看過 那這個是民進黨立委質詢的時候說的 那國安單位是說有聽過這種傳聞 你有掌握到相當的情質 那這個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這集個人應對方是有哪些呢 我會先建議大家第一個就是 不要亂做來路不明的心理測驗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是哪一種動物 那個需要使用你Facebook 那種個資跟權限的這個心理測驗 你盡量就不要再做了 避免這個相關的個人訊息被洩漏 那再來呢 隨時懷疑查證 不要相信的資訊就不查證 比如說這個 這個中國貿易大戰 中國糧倉自然這個看起來其實很像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專制的國家下面他很多事情做得不實在 你查到他 譬如讓他燒掉 搞不好他領保險費還要多錢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假消息 就是大家就算是自己覺得很好的東西 還是要記得查這一項 那再來你看到小字店播放TVPS 有禮貌的 看是請他們TVPS中天或是端正 可能有禮貌的問他們要不要轉台 這可能是一個另外一種可以的方式 畢竟他們的老闆有去參加過 中國的一些同樣活動 那這個是報導者的這個交戰守則 包含沉默多數不會有好下場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教學 那這邊是一個簡單的判斷方式 連結是不是位照 文章日期 圖片 作者的背景 有沒有相似的報導可以做驗證 那再來呢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用檢舉的方式來做檢舉 那再來是多元化資訊的管道 以及有機會的話盡量跟朋友做溝通 然後理性他的立場 然後去做這個解釋 那再來呢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父母的話 也許跟你的小孩溝通是重要的 那如果你是小孩呢 你可以考慮怎麼樣跟你的長輩溝通 聚焦建立良好的溝通連結 那最重要的就是多了解相關的資訊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盡可能讓大家知道假消息或資訊戰的存在 那當大家看到訊息的時候 會多遲疑一下 那個多遲疑一下 其實就是媒體試圖的開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讓大家多遲疑一下 多思考一下 也許就比較有機會 從源頭來讓這個訊息比較不會擴散 那可以的話會推薦大家看這個影片 叫做脫歐之戰 就是他這個影片其實他講的就是 他們怎麼樣透過操縱民眾的這個想法的方式 來讓這個民眾去支持脫歐 那裡面這個有提到 他們那個時候其實找 就做了大規模的調查 會覺得很多人其實對於政府是 會覺得政府的所作所為 不接地氣 沒有辦法被 沒有辦法理解民眾的需求 所以他們需要take control back 想要把這個控制權奪回來 那把這個詞當成一個重要的一個 有點像發大財的口號這個樣子 來做宣傳來吸引大家去支持脫歐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影片 大家有機會可以參考的 那這個是GNV的一個專案 叫鄉民看電視 然後他們已經開始在撤入各個不同的電視台的新聞 希望用群眾協議的方式把這個新聞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時間 美睫新聞裡面有多少時間是什麼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也許未來就可以做一個研究資料 表解各個電視台的這個新聞生態 那這個是他們的介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包含內容 然後小貝都幫你整理出來這樣子 像這個黃小姐是多年的 那另外一個是call facts 也非常推薦大家有興趣可以使用call facts 然後自己來如果看到友誼的訊息 就把它轉貼過去 然後讓大家知道轉貼給call facts 那它的用法是說 第一個是歡迎大家把它加入到你的好友裡面 那再來呢 你如果在裡面輸入的話 它是不會回應你的 那比較好的做法就是你把這個不實訊息轉過去給他 他就會告訴你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者是他會先告訴你 有哪些訊息跟你的訊息是類似的 那你要選擇哪一個 接下來你選擇以後他會告訴你 他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背後是有許多人尋測群力去做這個消息的澄清 所以可以的話也歡迎大家就自己去加入他們 然後去幫忙一起寫 那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幫忙回報假消息 有回報假消息才會知道說 最近的假消息趨勢是怎麼樣 那也才有機會比較好快速反應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 那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要先在這裡錄影嗎 可以 繼續錄影都可以啊 可以啊 沒關係 直接暫停了 好 滅 然後 谢谢大家